2002年2月8号 这一天呢是腊月27 春节的钟声啊 快要敲响了 人们都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 该采买的采买 该收拾的收拾啊 该逛亲戚的逛亲戚去 然而浙江来湖南诸州做生意的 庞某这一家人 却怎么也没有料到 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就要降临到他家 这一天呢 在外忙碌了一天的庞先生和妻子 带着两岁的儿子隆隆 还有九岁的女儿云云就睡下了 凌晨两点钟左右 庞先生家的房门 被人轻轻的用钥匙打开了 三个蒙面人 进入了庞先生睡的房间 歹徒站在床前 面对熟睡的一家人 其中一个人从身上 就抽出来砍刀 用刀背猛的 就砸中了庞先生的脑袋 一阵剧痛 让庞先生就惊醒过来 你们是谁啊 要干什么 三个人将庞先生按在床上 并且一起举起了手中的利刃 朝他身上一顿乱捅 可怜的庞先生 还没有看清对方的真面目 就魂归黄泉了 这一阵惊动啊 把庞先生的妻子和女儿云云 就给惊醒了 他的妻子刚要张嘴惊叫 就让人用交代纸封住了嘴巴 两名歹徒用铁丝把他捆住手脚 丢进了隔壁原先保姆睡的房间 一名歹徒见庞先生的妻子长得有几分姿色 于是就把他强暴了 留在主卧房的另一名歹徒将云云制服之后 强暴了这个只有九岁的女孩子 这时候啊 庞先生的妻子弄下了嘴上的胶带 大喊了一声救命 歹徒上前朝着他的胸口就是一刀 他的妻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时候其中一名歹徒呢 就撕下了脸上的蒙布 云云一眼就认出来了 哎 这不是认识的蒋叔叔吗 就喊了一声 蒋叔叔 而这个蒋叔叔在听到这一声之后 残忍的把云云杀害了 这几名歹徒从庞先生的身上搜出了钥匙 打开抽屉 将金灿灿的金银首饰和一大堆钞票席卷一空 看到站在床上吓得直发抖的小龙龙 一名歹徒上去用手紧紧捂住龙龙的嘴 两三分钟之后 看到龙龙一动也不动 估计人已经死了 这三个人才离开庞家 也算是苍天有眼 小龙龙命不该绝 第二天下午 小龙龙醒过来了 他一会儿摸摸爸爸 一会儿摸摸妈妈 一会儿又摇摇姐姐 可谁也没有答应他 他的亲人已经永远的离开他了 他推开没有官司的防盗门 浑身是血的走到了楼梯口 楼上的孙大婶买菜回来 经过庞家门口的时候 发现小龙龙只穿着内衣内裤 浑身是血 哭个不停 孙大婶赶紧把龙龙抱过来 问他 怎么了龙龙 龙龙一个劲的哭 孙大婶推了推庞家的铁门 庞老板 庞太太 庞老板 没人答应 孙大婶啊 也是相当的粗心 就琢磨着 哎呦 这是不是磕着哪碰着哪了 家里也没人呢 就把龙龙呢 抱回家里 给他洗了一个澡 换上自己家小孩的衣服 煮了肉汤鸡蛋 给龙龙吃 吃着吃着 龙龙就睡着了 晚上九点半 龙龙醒过来 大声的喊着 要妈妈 孙大婶哄着龙龙 就把他送下楼 庞老板 庞老板 叫了几声 还是没人答应 庞家没人 再回想起龙龙下午浑身的血迹 孙大婶这才意识到 哎呦 别是出事了吧 就打了110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 诸州市公安局天元分局的巡警赶了过来 打开门 两间卧房 躺着一男两女三具尸体 特别是一大一小两具女尸 全身的血迹模糊 惨不忍睹 滔天血案 镇三香 省公安厅将此案定为2002年 湖南第一大案 省厅总队选派最得力的刑侦专家 与诸州警方一起侦破此案 晚上11点半 市公安局从刑警支队和天元分局 抽调了20多名精兵强将 在保利房产物业管理办公室 成立二八专案临时指挥部 凶手为什么要如此残忍的杀害庞某一家呢 是仇杀 是情杀 还是单纯的谋财呢 警方经过初步调查 得到了一些信息 死者庞某 现年36岁 是浙江温岭人 1992年 来到诸州 做稀有金属生意 发财之后呢 到处是拈花惹草 女朋友很多 所以经过现场分析 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一是因为 庞某性格倔强 常常和一些生意上的伙伴 伴嘴吵架 会得罪一些人 仇杀就有了可能 二则呢 他发财之后啊 好色是出了名的 整天的上酒吧 泡按摩厅 也常常去勾的一些有夫之妇 情杀的可能性也存在 三则 唐某夫妇平时呢 喜欢穿金带银 炫耀自己家的财富 容易引起别人的贪念 那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 也是很大的 于是专案组将此案定为 二八抢劫杀人强奸专案 是公安局刑侦支队王军 袁国庆在调查之中得知 庞某从事稀有金属生意多年 获利颇丰 生意之中最大的一个客户 是某公司的李庆 2月5号下午 庞先生呢 还给李庆送过货 庞家还保存着李庆 20万块钱的欠条 调查还得知 李庆有个弟弟叫李奔 曾经因为抢劫坐过牢 刑满释放之后游手好闲 曾经跟他的哥哥李庆啊 去过庞家 那会不会是李庆有意赖账 勾结弟弟行凶作案呢 刑警立刻到李庆的公司进行调查 李家两兄弟啊 都没有作案时间被排除了 另一对刑侦人员经过调查之后得知 与庞先生有染的女人很多 其中啊 某酒吧的四川座台小姐 米米跟她相好很久了 当庞先生又找到另一个女人相处的时候 被米米发现了 米米还扬言要和庞先生跳楼同归于尽 而米米心结石的男朋友啊 是该酒吧的大堂经理 这名经理的弟弟又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那么庞某一家又会不会是米米和男友 共同杀害的呢 经过细致的调查 最终发现座台小姐米米 及其男朋友等人都没有作案时间 又被排除了 可奇迹啊 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被发现的 一名民警在走访调查之中发现 住在保丽花园某杂屋的妇女陈梅 和庞某家的保姆交往很多 住在他隔壁的 是在保丽花园做西瓜生意的蒋伟红 是刑满释放人员 由于庞先生经常夜不归宿 他的妻子梁某呢 就经常闲得无聊 邀请别人到家里边打麻将 这个陈梅和蒋伟红呢 都是梁某的麻友 对庞家的情况了如指掌 那会不会是蒋伟红 建材起义 动了杀心呢 更令人可疑的是 在案发之前 蒋伟红没有做西瓜生意 失踪过一段时间 而且蒋伟红性格暴躁 为人凶狠 他的疑点呢 在一步步上升 无论是时间 还是从作案动机和情理上分析 蒋伟红都有可能 是二霸入室抢劫 强奸杀人案的主谋和真凶 三月四号 刑警在蹲点的时候 发现了蒋伟红回到了宝丽花园的住处 说时迟那时快 刑警们一拥而上 闪电般的将蒋伟红摁倒在地 经过民警审讯 蒋伟红很快就交代了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原来前一年六月的一天 庞家保姆王大妹带着小龙龙到蒋伟红的西瓜摊那儿去玩去了 调皮的小龙龙突然就跑开了 这个王大妹跟着就去追孩子 不经意间把钥匙就丢在西瓜摊前忘记拿走了 一看见庞家的钥匙 再一想 庞先生平时穿金带银的 蒋伟红可以说是歹念咒起 蒋伟红悄悄的跑到附近配了一把钥匙 回到摊位之后 又把钥匙丢在了旁边的地面上 保姆王大妹很快就回来 把钥匙找了回去 但他怎么也没料到 由于他的一时疏忽 给庞家带来了滔天大祸 当天下午蒋伟红打电话 给他的狱中老友宋三亿 一猛子有好事 晚上你个毛牙子过来 这个毛牙子本名叫张宾伟 当天晚上三个人就在蒋伟红的住处密谋 犯罪计划就形成了 2月8号凌晨一点多钟 三人用事先配好的钥匙 进入了庞某家 制造了这起惊天序案 根据蒋伟红的交代 刑警们立即将另一名涉案人员 宋三亿抓获归案 但是张宾伟啊 闻风而逃 3月19号 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反映到办案刑警的耳中 张宾伟已经潜逃到了广东顺德 在某大学工地上打工 刑警立即南下 相约刑警联手将化名为 刘勇的张宾伟抓获 2002年7月23号 湖南省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珠州二八凶杀案 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蒋伟红 犯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和盗窃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罚金两万元 被告人宋三亿 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强奸罪 盗窃罪 和盗窃枪支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罚金两万元 被告人张宾伟 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至此 二八抢劫杀人 强奸案终于告破